哈喽大家好,我们正在拍摄一系列的短片叫出海巡光 帮助大家去了解真实的海外以及出海的应对策略 那在剪的这个花絮这边是关于日本 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下日本的网络 当你落地日本以后,可能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网络问题 那一般的话在机场都会有免费的WiFi 那你可以打开来使用 因为在进出关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填写这个申报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在日本这边的话好像有四种方式 那第一种的话是租这个WiFi 它有一种WiFi的小设备 大概一天可能100左右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在国内你打开这个漫游 但漫游还是相对比较贵的 它可能在30兆或者50兆以内是一个价格 然后超过以后的话大概一兆是一块钱 那以现在的我们这个互联网的情况来讲 一兆真的也是不够怎么用的,对吧 然后你打开漫游以后的话 还要注意在手机设置这边的话 记得去打开这个手机的漫游 这样才可以使用 那第三种方法 因为我用的是华为 华为有一个功能挺好的 叫天际通 然后打开 它会给你一个半小时的免费使用 然后在天际通这边 它可以去单独买流量 那我是买了一个3G的一个日本的流量 大概是150元左右 然后当时比较亏的是 我在要离开的时候 本来我说准备要直播的 后来又叠加了一个6G 那基本上我4天左右的时间的话 也大概也就是用了一个3G多 4G左右 所以还有一点富裕 那第四种方式的话 就是在当地买电话卡 那这里要注意的 就是说你买完电话卡以后的话呢 它可能还需要在网里去充这个流量 那有小伙伴买完以后发现不能上网 那因为是还没有充流量 那这四种方式 无论你选哪一种 也希望就是到地以后一切顺利 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的 谢谢大家